105年的时候 他们编了第一个门牌 第一个社区门牌 他们就编错了 把它误编成坎丁里 七年来从门牌到身份证居住地 全搞乌龙 很离谱的 七年后才发现错误 如果错误又不进行更正 或者是更正会觉得麻烦的话 那对于李明来讲 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 其实一直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这边一开始住的时候 会有很多地方是需要里长来协助的 那我们就一开始就找错里长了 的确连里长都不知道 服务范围到底在哪 坎丁里是淡水区大里 至今有两万五千多位里民 去年一人口增加 里林重新编组 从原本13林扩编到20林 在新任里长当选之后 查看行政区图才发现 20林的一般社区 其实属于隔壁沙伦里 范围就在新市二路以南 或州路到滨海路一带 共计225户 400位居民 七年多来 也包括去年的九合一 都投错里长 那里面有资料来显示说 这样的话 是对哪一个候选人有利 或是不利 或是有影响选举投票结果 选举时是依照选举人户籍所在地 来决定选举局 虽说不影响结果 但议员也质疑 早在今年五月 就和民政局反映过了三个月 连一场正式协调会都没有 但是李林调整可能要到下一次选举的时候才有李林调整 淡水户所以启动规划本案的更正相关旗程 也会再邀及两位里长及辖区的议员 讨论更正的日期 据明年大选剩下不到五个月 依照新北市门牌编定作业要点 整编作业必须在投票日前六个月完成 或等待选举后再办理 要重新编定还是将错就错 是否都该尽速动作 比让民众无所适从 TVBS秀的后场杨佩玉台北场报道